要知道,在这奎皇朝内,奎皇被架空,而大天师权势滔天,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毕竟皇族血脉至上,不管内部如何,对外还是有一层面纱遮盖的。 奎皇虽弱,可也仅仅是这一代而已,难说未来的某一代,或许皇权会重新崛起,且大天师也没有学那通天岛的天尊,自立为皇, 在一些人看来,于情于理,大天师已经算是仁慈的了。 而更多的人,也都是对这一事情选择了旁观,不敢参与进去,甚至摆出糊涂看不懂的样子,任由大天师与奎皇,在这种关系下,维持奎皇朝的延续。 只是,今天的事情,如同一道闪电霹雳,直接就强行地把大天师与奎皇之间的问题,直接地当着所有权贵的面彻彻底底地撕开。 此刻广场上的众人,内心对白小纯的咒骂,已然无数,他们更是心底怒意弥漫,只觉得白小纯太坏了,原本没他们什么事情, 可眼下却被生生地拉了进来,甚至大都后悔,今天来此。 不要说这些天侯天工了,就连奎皇自己,也都是措手不及,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半点准备,他更是已然明白,今天的事情,注定了自身将失去大事。 白小纯眨了眨眼,心底也在发颤,可他没别的办法,那外二皇子,就连大皇子,早就对他出手了。 若非大天师,怕是现在的自己,不说死无葬身之地,可也必定是亡命蛮荒。 奎皇啊,这件事要怪,就怪你那两个儿子吧。 白小纯内心轻叹一声,随后深吸口气,打定主意,自己要牢牢地抱住大天师的大腿。 整个广场,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所有天侯天工都一个个低下头, 这还是首次在祭祖之日,整个皇宫陷入如此沉默之中。 而相对应的是皇宫下方,奎皇城内来自所有子民的欢呼声,远远传来, 与这里想成了鲜明的反差。 奎皇沉默着,大天师也是无言,殿内的所有人, 一时皆休闭口禅,二皇子等人也都苦涩中低下了头, 可对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白小纯,他们的恨无比强烈, 而对大天师的巨恨也全都化作对白小纯的深恶痛绝。 这诡异的寂静没有持续太久,天侯中很快就走出一人, 此人出列后向着奎皇与大天师抱拳一拜,抬头时高声开口。 周某早已看清,监察室白昊手中的正是天人魂。 随着第一个表态之人出现,很快的,第二个,第三个, 此地的一百多个天侯陆续出列相继表态。 那正是天人魂。 没错,仔细一看,这就是天人魂。 每个人口中所说都是天人魂。 这里面有人是真的心向大天师, 可也有人并非如此,但无论怎样,此刻他们的回答都干脆利落, 没有任何托词犹豫,直截了当。 只不过其中不少是心中骂着白小纯, 神色却肃然无比,指着注击魂,说那是天人魂。 如那当初围攻白小纯的九大天侯便是如此, 尤其是赵雄林,更是心底不断咒骂, 可口中却大声传出如红钟般的声音。 赵某也看清了,那的确是天人魂。 每一个天侯出列都让大殿内的皇子们面色苍白一些, 那两个阴冷的老者也都嘴里犯苦,至于魁黄。 他此时反倒平静下来,坐在那里, 目光没有落在广场的天侯天宫身上, 而是看着白小纯,他神色中之前曾出现的冰寒已经消失, 整个人面无表情,只是纳目中的深邃似要将白小纯牢牢记在心中。 越是这样,白小纯就越是心底发寒, 但一想自己是大天师的人,这魁黄再厉害也动不了自己, 于是胆气也撞了起来。 魁黄算个鸟,老子拍过巨鬼王的头, 魁黄的头有机会也拍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给自己壮胆时, 广场上的天侯又有不少人开口表态。 很快的,一百多个天侯已经全部开口, 所有人口径一致,纷纷说出天人魂这三个字, 随后十大天公也都没有任何迟疑站在那里各自开口。 天人魂,天人魂,包括陈好松在内的十大天公, 他们的回答一样统一无比, 这一幕让殿内的皇族子嗣一个个身体发颤, 也许是气的,但更或许是被吓得害怕的发抖。 直至红尘女等人,代表四大天王, 也都承认了那是天人魂后, 这一瞬,整个广场上再次安静下来。 可这一次的安静, 却代表着大天师的权势再次滔天而起, 甚至其强烈的程度超出了曾经, 这毕竟是魁煌与大天师首次明面上的真正交锋。 大天师一句话, 所有人都要低头, 这种权势已经无法去形容, 正如白小淳所说, 大天师需要的不是知道每个人的想法, 他只需要让所有人都害怕, 这就足够了。 大殿内, 大皇子, 二皇子等人, 一个个面无血色, 苍白无比, 这一幕, 让他们重新体会到了羞辱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恐惧, 那是对大天师的恐惧, 那是任凭他们暗中有什么样的动作, 可在大天师的这种大事面前, 都脆弱得不堪一击的惶恐, 更有悲哀, 堂堂皇族, 竟没落至此。 魁煌的目光, 在白小淳身上停留了许久, 站起了身, 不看四周任何人, 更没有去看身后的大天师, 向着后殿走去, 那两个阴冷的老者, 也都深吸口气, 死死地盯了白小淳一眼后, 跟随过去。 至于皇族子嗣, 也都一个个快速跟随, 一行人很快地, 就从这大殿内离开, 期间没有一个人说话, 可每一个人都在离开前, 深深地看了白小淳一眼。 广场上群臣沉默, 任由魁煌等人离去后, 他们抬起头时, 看到的是那大殿内, 此刻唯一存在的, 坐在那黑椅上的大天师, 看到了大天师的墓中, 露出的一抹漆黑的光芒。 实际上, 自始至终, 大天师都在关注广场上, 几乎每一个人, 无论是天侯还是天宫, 这场白小淳的戏法下, 他们这些人, 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以及心魂的波动, 都在他的目中清晰可见。 他不说看出了全部, 可也有了不少的判断, 那漆黑的瞳孔内, 隐隐有寒芒一闪后, 这才站起了身, 随着起身的动作, 广场上的众人都抱拳一败。 恭送大天师, 魁煌, 都散了吧, 白浩, 随我来。 大天师赞赏地看了看白小淳, 淡淡开口后, 向着后殿走去。 都散了, 散了。 白小淳注意到了大天师的赞赏, 口中一样大喊的同时, 心中也松了口气, 渐渐升起激动, 他觉得自己今天算是干了一件大事。 尤其是这件事, 从头到尾, 都是他作为主动, 这种感觉, 让白小淳觉得极为刺激, 虽有后怕, 可想到大天师给自己撑腰, 白小淳就抖擞起来。 我这一次算是立了大功, 不知道大天师会怎么赏赐我啊。 白小淳双目冒光, 快走几步, 就要跟随大天师的脚步, 正兴奋时, 忽然觉得自己身上 似乎凝聚了很多的目光, 他立刻回头一看, 顿时就看到广场上的那些天侯天工, 有不少人看向自己时, 目中都带着仿佛在看小人得志一般的神情。 白小淳立刻就不高兴了, 尤其是那赵雄林, 他身体本就魁梧, 此刻扭眼瞪得溜远, 似若有可能, 都想要将白小淳生生撕开一般。 敢当我? 白小淳抬起下巴, 袖子一甩, 大声开口。 既然大家都说我这个是天人魂, 我果然没看错, 今天的运气真好啊。 白小淳说着, 直接将手中的筑基魂 扔给了瞪着眼睛的赵雄林。 赵天侯, 大天师召见我, 这个天人魂就放你那里, 你先给我保管, 明天一早, 我去你家去, 别给我弄丢了啊, 这可是天人魂。 白小淳一把扔出手中的筑基魂, 也不管赵雄林有没有接住, 头也不回一跃而出, 直奔大天师而去。 你? 赵雄林呆了一下, 怒一瞬间再也压制不住, 疼得直冲满门, 可眼看大天师还没走远, 他就算怒气再大, 也不敢爆发出来, 只能呼吱呼吱地强子压下, 身体都气得哆嗦了, 面容也因此而扭曲, 心底更是狂骂不断, 他就算是反应再慢, 也都看出了, 这分明是明强啊。 该死的白昊, 给我一个筑基魂, 让我还他一个天人魂。 赵雄林觉得自己要爆了, 心底的憋屈到了极致, 更是肉痛无比, 要知道天人魂对他而言, 也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贵财富。 毕竟天人魂的数量有限, 对于蛮荒而言, 在晋升天人时若能拥有一个可增加一些成功的几率, 如此一来, 白小纯的这种做法就是在挖肉一般。 赵雄林气得浑身哆嗦, 觉得整个人在这一瞬都不好了。 四周的其他权贵也都愣住, 看向白小纯的背影时, 一股寒意从几两股升起, 对白小纯这里的咽过拔毛感受极深。 太狠了。 这是明目张胆的坑赵雄林。 明天去取食, 这赵雄林无论如何也要给出一个天人魂。 远处的大天师, 他虽背对着广场, 可对于身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感受得清清楚楚。 眼看白小纯如此做法, 他原本平静的神色也都抽动了一下。 罢了, 就当是给他的奖励了。 大天师没去阻止, 今天白小纯的表现让他很是满意, 此刻摇了摇头, 等白小纯跟上自己后, 继续向前走去。 白小纯眼看大天师默认, 精神更为振奋, 一路高视阔步地跟着大天师回到了天师殿外。 在这里, 大天师没有多说, 只是让白小纯取出监察府的令牌一指之下, 那令牌散出黑光, 闪动了树下后, 淡淡开口。 从此之后, 你可掌三千军。 回去好好歇息, 用不了多久, 你拿三千师魁军就可以出动了。 此后所获, 你可自行取一分, 作为赏赐。 说完这些, 大天师就踏入天师殿, 从头到尾, 没有回头也没再去问白小纯关于李天侯以及陈天侯家中被他私藏的物品, 甚至更是开口定下了日后白小纯抄家的收获。 这赏赐之大, 抄了天侯家的白小纯很是清楚, 他立刻就激动起来, 声音昂扬抱拳大声开口。 白昊甘愿为大天师赴汤蹈火。 眼看大天师进入天师殿, 白小纯这才神采飞扬, 智得一满地转身离去, 不多时, 他就带着那一千尸魁飞出皇宫, 一路横行, 气眼嚣张, 跋扈异常, 直奔监察府。 看得路过的天公天侯等权贵们, 尽管牙根直痒痒, 却一时不敢轻英其风。 回到了监察府后, 白小纯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着令牌, 神识融入后, 感受到了地底埋葬的那些棺材, 立刻召唤。 轰动之声, 在这监察府内不断地回荡开来, 一句句棺木, 直接就从地底冲出, 树立在监察府的四周, 因数量太多, 有不少则是漂浮在了半空中。 整整两千, 苏醒吧, 我的黑甲大爵。 白小纯非常兴奋, 大吼一声, 随着他声音的传出, 立刻那些棺木传来咔咔之声, 很快的那两千个棺材盖子, 同时被掀开, 从其内走出了两千个穿着黑甲的大汉。 这些大汉, 身上散出腐朽的气息, 最弱的也都是原因中期, 甚至这一次, 里面的半部天人足有四位。 他们的双眼几乎同时睁开, 在双目开合的刹那, 一股无比强烈的煞气, 惊天动地轰然而起, 使得监察府的上空, 形成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不断地旋转中雷芒闪耀, 磅礴的气势引动了四方的关注, 更是让看到职人纷纷骇聚。 监察府的施魁大军又多了, 这是两千, 加上之前的一千, 那白昊如今可掌握的大军已足足三千啊。 三千施魁, 这股力量实在太恐怖了, 已经可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了。 议论之声, 顿时就在这魁煌城四方纷纷而起, 更有不少权贵, 也注意到了这一幕后, 心底都是一惊, 面色都阴沉下来, 知道这个时候的白小纯, 其势力之大, 已经让人无比忌惮。 白小纯激动得浑身颤抖, 她的双眼冒光, 看着那两千施魁, 更是一挥手, 顿时她之前的那一千施魁, 也都出现, 三千施魁的同时裂震, 使得监察府上空的黑色漩涡更为磅礴。 更是在这个时候, 白小纯看了眼手中的监察令, 此令不仅仅是多了两千施魁, 更是仿佛开启了一个神通。 白小纯研究之后, 神石在内移动, 顿时这监察令竟出现了一道黑芒, 直奔曾经那位吞噬了富人心剧毒的黑甲大汉而去, 瞬间融入后, 这黑甲大汉全身颤抖, 气势不断崛起, 在白小纯的期待中默然发出一声咆哮。 随着咆哮, 他的气息竟再次回到了曾经的准天人程度, 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吸收其他失魁的气息, 来短时间维持自己的巅峰。 这正是监察令权力加大后, 白小纯获得的赏赐之一。 谁敢惹我? 白小纯哈哈大笑, 只觉得这一刻的自己, 不说天下无敌, 可干掉个天人实在是易如反掌。 事实也的确如此, 他的身边如今有一个准天人施魁, 五个半部天人黑甲, 近三千元英大汉, 如此实力, 白小纯甚至觉得若能带回通天东脉, 自己都可以去与星空到集宗教板了。 还是跟着大天使好啊。 白小纯乐得屁颠屁颠的, 之前在皇宫内因奎煌的注视而升起的不安, 此刻也都消散一空。 现在我已经是整个蛮荒的大人物了。 简直是举足轻重啊。 白小纯愁愁满志, 陶醉中正要带着这三千尸魁, 在整个奎煌城内溜达一圈, 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厉害时, 忽然的, 他的除代内, 白号喜不自禁的声音, 直接传入他的脑海中。 世尊, 十八色火的配方, 终于被弟子创造出来了。 白小纯眼睛猛得睁大, 内心顿时激动狂喜, 大笑起来。 他觉得自己, 今天是双喜临门, 不但势力扩大, 等待已久的十八色的配方, 也都完整。 此刻他也没了去溜达的想法, 赶紧让这三千尸魁守护四周, 自己快速去了闭关之地, 封印四方后, 白号立刻飘出。 白号也神情振奋, 将这十八色火的配方, 凝聚在了一枚骨茧内, 递给了白小纯。 看着白小纯在那里神识翻阅, 他心中很是满足与期待。 片刻后, 白小纯收回神识, 沉下口气, 看着白号, 他明白, 十八色火的配方, 对于整个蛮荒而言, 其价值之大, 难以形容。 甚至都超越了天人魂。 无数人想要拥有, 想要获得, 但十八色火的配方, 只有地品炼魂师的家族具备, 这样的家族, 轻易不会将十八火配方交出。 好托, 为师若能成为地品炼魂师, 你功劳举手, 你说, 你想要什么, 为师一定给你做到。 白小纯认真地说道, 得到师尊的夸奖, 看到师尊的喜悦, 白号生起了被认可的感觉, 对他来说, 白小纯既是自己的师尊, 也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了, 对于自己能帮助师尊, 他觉得很是开心。 师尊, 我也没什么想要的, 以后再说吧, 接下来我要按照这个思路, 去创造十九色火的配方。 白号目中露出坚定, 他相信, 自己一定可以做到, 也期待十九色火在师尊手中出现后, 那震撼整个蛮荒的一幕。 我要竭尽所能, 帮助师尊成为天品炼魂师。 白号在心底默默发誓后, 向着白小纯一拜, 回到了魂塔内, 他要抓紧时间去研究。 白小纯看着魂塔, 心中感动, 他知道对于自己这个图, 鬼修的功法很关键, 可在这蛮荒, 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功法, 沉默中, 白小纯叹了口气。 到哪里能弄到鬼修的功法呢? 通天和区域功法繁多, 应该会有。 白小纯沉吟一番, 打定主意后, 这才盘膝坐下, 熟悉十八色火配方。 很快的一夜过去。 这十八色火配方极为复杂, 不过其原理与白小纯当初融火静下, 炼出的那一丝十八色火, 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之处, 可以说这配方, 就是建立在当日白小纯尝试的那两个办法的基础上。 所以一夜的熟悉后, 白小纯的心中已有了不少心得, 一想到自己一旦练出, 就可成为地品练魂师, 不仅就心跳加速。 不过想要真正练制出来, 还需大量的尝试, 白小纯抬头看了看天色, 想到赵雄林那里, 还欠自己一个天人魂, 于是收起骨茧, 站起了身, 衬了衬腰, 随后抬着下巴, 只觉得神清气爽, 春风得意, 此刻急需意气风发一番。 赵雄林, 你家白爷爷来了。 在白小纯这里得意时, 他不知道, 这一夜, 巨鬼王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 是在红尘女今天向他汇报 关于祭祖之日中发生的事情后, 巨鬼王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人才啊, 我的确没看错这白号, 此次未来不可估量, 这样的成龙快婿, 不管他什么来头, 我都要定了。 不过墨尔那脾气, 他们两个如果这么下去, 根本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了, 且眼下也不好让他们频繁接触。 巨鬼王想了想后, 忽然眼中露出奇异之色, 干咳一声, 向着红尘女传音。 先是问了问修维的情况后, 他忽然开口, 墨尔, 为父有一门功法, 你只需闭关前修, 就有七成可能, 会让你突破天人初期, 踏入天人中期。 尽管有了铺垫, 可这番话语, 还是让红尘女一愣, 觉得有些不对劲, 要来功法后, 仔细地看了好久, 也没察觉什么, 毕竟巨鬼王是他爹, 也不可能坑害他, 可红尘女, 还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又研究这功法许久, 因急切地想要修为突破, 毕竟之前与白小纯的一战, 让他对自身目前的修为很是不满, 于是也就没多想, 闭关前修。 好女儿啊, 可不是为父坑你啊, 这功法没什么危害, 只是在首次修炼后, 出关时, 会让人脑袋不灵光, 有些迷糊, 思维不是那么顺畅, 很容易接受一些说法, 堪比洗脑, 没办法, 实在是你太聪明了, 这样下去, 怎么能与那白号有进展啊? 巨鬼王有些心虚, 可一想自己也算用心良苦,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想到这里, 他立刻觉得自己是个好父亲。 眼看自己的计划低不得逞, 巨鬼王心虚之余, 更多的是兴奋, 就趁着红尘女闭关的时间, 把红尘女身边的那些亲卫都交代一番, 让他们务必第一时间, 把周子墨出关的事情告诉自己。 他说得严肃, 那些亲卫也都紧张, 赶紧领命遵从。 做完这些, 巨鬼王深吸口气, 成不成, 还要看机缘了, 若他们没有机缘, 一切还是都没用。 赵家, 居住在第十九区内, 凭着赵雄林天侯的身份, 其家族范围与李家陈家相差无几, 放眼看去, 一座座并不精美, 带着粗犷之意的建筑, 在整个十九区内很是显眼。 尤其是在赵家两侧广场上, 树立着两尊足有数十丈之高的兽形雕像, 通体洁白, 虽不是灵式打造, 可也是某种少见的炼气材料塑造出来, 很是不凡。 在这两尊瘦雕的中间位置, 则是赵家的天侯塔, 屹立不倒, 散出波动, 使人距离很远, 就可感受来自赵家的阵阵威压, 死无处不在。 此刻, 在这赵家内, 所有的族人子嗣, 都在演武场中, 彼此如试炼般交手, 不时有术法神通碰撞轰轰作响, 而作为赵家的长子赵东山, 则是盘西坐在演武场的上守卫, 虽是在观望族人, 可实际上却心不在焉, 甚至眉心隐隐有按金跳动。 他不时地抬头, 看向远处天空, 内心连连叹息, 一想到昨天父亲归来时, 那一脸怒意的样子, 赵东山就心底发愁, 他已知道了昨天在皇宫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这让他暗自叫苦的同时, 对白小纯那里也都郁闷憎恨不已。 太损了, 给我们赵家一个助击魂, 却要拿走一个天人魂, 这比明强还要恶劣。 赵东山恨得磨牙早齿, 可心中却满是无奈, 昨天夜里, 赵雄林就扔给了他一个天人魂, 交代一番后, 黑着脸选择了闭关。 爹啊, 你觉得丢人, 可这种事情, 我也觉得丢人啊, 赵东山叹了口气, 也有肉痛, 他们整个赵家, 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天人魂而已, 这还是他父亲与天公陈好松关系密切, 是陈好松赠语的。 可现在, 却要拿出, 这就让赵东山的憋们更为强烈, 就在他这里无奈时, 忽然地远处天空上, 有呼啸之声瞬间传至。 这声势不小, 赵东山听到后眼皮一跳, 心底也跟着咯噔一声, 抬头时立刻就看到了天边, 赫然有数千道长虹, 带着惊天动地的煞气, 风驰电掣般飞射而来。 这无耻的白昊, 来取个魂, 还要如此排场? 赵东山心底咒骂不停, 面色也都黑了下来, 阴郁地盯着那数千人中最前方的身影。 那身影正是耀武扬威的白小纯, 他速度飞快, 刹那就到了赵家的半空中, 大袖一甩, 充满了得意的声音, 回荡整个赵家。 赵天侯赵老哥, 非常感谢你昨天带为保管我的天人魂, 那个, 我今天来取了, 把天人魂给我吧。 白小纯心中快意无比, 他早就看到了赵东山, 不过琢磨着自己现在的地位这么高了, 自然要直接和赵雄林对话, 如赵东山这样的晚辈, 自己没必要去打招呼。 而在天侯塔内, 赵雄林哪怕之前是在打坐, 也是心神不宁, 此时也感受到了外面的事情, 面皮抽动了一下, 强行忍住, 没有理会。 白昊拿着魂赶紧走。 赵东山咬着牙, 硬着头皮飞出, 直接袖子一甩, 扔出一枚水晶, 那水晶剔透异常, 散出滑光, 更有射人威压, 一看就极为不俗, 其内蕴含一团火光, 正是火属性的天人魂。 这水晶, 化作一道长红, 直奔白小春而去, 被白小春一把拿在手中后, 顿时眉开眼笑, 抬头看向赵东山。 这不是东山大侄子吗? 哈哈, 你们太客气了, 居然还把我的天人魂 装在了水晶里, 不错不错, 大侄子, 来来来, 今天白叔叔高兴, 你快来拜见一下我, 白叔叔有赏。 白小春笑眯眯地望着赵东山, 这赵东山几次得罪自己, 今天自己既然来了, 岂能这么轻易地离开? 赵东山喘息都开始乱了, 听到白小春居然称呼自己是大侄子, 这让他立刻就怒气疼地生气, 险些没有压住, 可一想到白小春站立不俗, 且是监察使, 身边那三千尸魁煞气弥漫, 就让他不得不压下怒火, 闷声喝道。 白昊, 魂已给你, 还不走? 这里不欢迎你。 他这话语一出, 白小春立刻就瞪起了眼睛, 变脸之快, 刹那就从之前的笑眯眯, 变得脸带怒意, 右手抬起一指赵东山。 大侄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不欢迎我。 我代表的可是大天师, 你不欢迎我, 就是不欢迎大天师。 你, 赵东山一听白小春的话语, 内心憋屈得快要炸了, 但却想要辩解, 可白小春没给他这个机会, 再次开口。 不欢迎大天师, 就代表你们蔑视朝堂, 蔑视魁煌, 难道你们赵家心中有鬼? 白小春大喝一声, 右手抬起时, 他身边三千尸魁煞气, 轰然爆发散开, 形成黑色的漩涡, 笼罩赵家上空。 我没有。 赵东山顿时着急了, 可他说不过白小春, 实际上, 自从白小春当上了这个监察室后, 就特别喜欢给跟他有过节, 或意图谋害他的人扣帽子, 往往都是一开口, 就一顶大帽子扔出去, 这招很是厉害。 别说这赵东山了, 就算是他爹, 也都承受不住。 甚至天功臣好松, 当日也都在白小春的大帽子下,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咦, 你心虚了? 白小春双目冒光, 似抓到了把柄一般, 兴奋地开口时, 右手抬起, 就要下令。 这一幕, 让高塔内的赵雄灵气的整个人手脚都哆嗦, 而赵东山那里, 也是呼吸粗重, 但他这一次反应快了不少, 尽快走几步, 深吸了一口气, 忍着愤怒, 到了白小春的前方, 低着头抱拳一拜。 晚辈, 东山, 拜见, 拜见监察使大人。 赵东山内心抓狂直欲喷血, 但如今的白昊已不是当初, 他与他爹都惹不起, 只能低头赞保平安。 白小春不满地看了看赵东山, 琢磨着, 今天这赵东山的反应怎么变快了。 按道可惜, 他还打算借助这个机会, 好好地再勒索一下这赵家。 这么快就认怂了, 没意思。 白小春不满地放下了手, 却没有借口去继续找茬了, 心底很是不悦, 目光在赵家扫过后, 抑制那两尊洁白的瘦雕。 这两尊雕像看起来可疑, 来人啊, 给我搬走, 送到我府上, 本监察使要仔细研究研究。 他话语一出, 立刻身后就飞出数百尸魁黑甲, 无视赵家, 直奔那两个雕像而去, 赵东山眉头一跳, 额头倾尽一股一股的, 可眼看自己父亲都没传出话语, 只能忍下, 任由那数百尸魁, 将那两尊对他们赵家而言, 也都珍贵无比的瘦雕, 生生拔出地面。 白小纯继续眨巴着眼, 目光扫向天候塔, 又等了半赏, 始终不见那赵雄林出现, 兴致也都有些缺缺, 哼了一声, 这才转身带着尸魁大军, 带着两尊雕像离去。 敢惹我? 那赵东山多次对我出手, 这雕像就当是利息了。 白小纯抬着头, 高视阔步, 呼啸远去。 直至他走远, 天候塔内, 赵雄林这才传出一声低吼, 他粗重的呼吸, 好半赏都没有减缓, 偏偏憋屈之意还无法爆发, 只能用咆哮来宣泄。 而赵东山, 此刻却苦涩沉默, 对于那白小纯, 他已经是精畏无比, 暗叹若早知如此, 他当初怎么的, 也都不会选择得罪对方。 揣着天人魂, 带着雕像, 白小纯回到了监察府, 安排尸魁守护后, 他盘膝坐在闭关之地, 琢磨着大天师昨天所说的话。 接下来就等大天师的传址了, 也不知道这一次, 大天师要抄多少人的家, 白小纯心中满是期待, 半赏后正要定心研究十八色火, 可神色微动, 抬头时, 他的闭关之地外, 出现周一星的身影。 周一星求见大人, 这周一星已经被白小纯任命为监察府的人, 他在这监察府内, 师傀虽也盯着, 但只要不是心有歹意, 倒也不会为难。 对于周一星, 白小纯还是很满意的, 文言抬手一指, 立刻大门开启, 周一星深吸口气, 神色肃然地快走几步, 在白小纯面前深深一拜。 一星啊, 好好准备一下, 腰步了多久, 我们监察府就要开始忙碌了。 白小纯学着大天师的样子, 淡淡开口。 周一星立刻秤势, 随后似迟疑了一下, 左右看了看后, 低声开口。 大人, 那宋缺怎么处理? 宋缺, 白小纯一愣, 随后一拍脑袋, 他发现自己居然将宋缺给忘了。 是啊, 就是在陈家, 那个自称是白小纯折的宋缺。 周一星低声开口, 目光在白小纯身上一扫, 又赶紧低下了头。 他呀, 哎, 我这脑袋, 你若不说, 我都没想起来。 白小纯有些自责, 觉得自己虽是宋缺的大复兴, 可身为长辈, 似乎对晚辈少了关爱。 大人日理万机, 做的都是安邦立国的大事, 任何一个决策都可震动天地, 为整个魁皇城安前马后, 鞠躬尽责, 卑职该死。 这点小事还要劳烦大人, 还请大人多多注意身体, 此事是卑职的错。 周一星赶紧开口, 声音诚恳, 白小纯听了后, 觉得这周一星实在是会说话, 很有自己的风范, 心底舒坦, 赞赏地对周一星点了点头。 罢了, 你将它带来吧。 遵命。 周一星大声开口, 转身离去, 不多时, 再次回来后, 宋缺被他直接拎着, 扔到了白小纯的面前。 显然在来之前, 周一星考虑到了宋缺与白小纯的关系, 所以, 此刻的宋缺, 衣着已经不再是当时陈家的那般破烂不堪, 而是换了一身粗麻布衣, 身上也都干净了好多, 可他目中的倔强以及疯狂, 依旧强烈。 有本事, 你杀了我, 我姑父绝不会放过你。 宋缺爬起身来, 站得笔直一副傲骨铮铮的样子, 死死地盯着白小纯, 开口第一句话, 就如咆哮般大吼。 这吼声吓了白小纯一跳, 壳里面的内容, 却是让白小纯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他咳嗽中板着脸, 起身绕着宋缺走了一圈, 目光在他身上不断打亮。 这目光, 让宋缺内心一颤, 呼吸也都急促了, 他觉得眼前此人的双目内, 蕴含了某种他看不明白的可怕韵意,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偏偏白小纯还带着恶趣的上前琢磨一把, 又拍一下, 这就让宋缺哆嗦了, 脑海不由地产生了无数的联想, 整个人顿时僵硬了不少, 但口中还是大吼。 我宋缺就算是死, 也绝不屈服。 行了, 不用喊了, 本大人问你, 白小纯是你什么人? 白小纯心底笑开花了, 故意严肃地问道, 甚至还露出一丝, 似对这个白小纯很忌惮的模样。 可实际上, 对于宋缺即将说出的答案, 满是期待。 宋缺立刻就察觉到了白小纯的表情, 愣了一下, 若能不死, 他自然是不想死的, 此刻内心不由地活络起来, 立刻开口。 白小纯是我辜负。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白小纯眨了眨眼, 藏住眸中的笑意, 可表情却是凝重起来。 白小纯是我辜负。 宋缺眼睛一亮, 用更大的声音咆哮起来。 白小纯内心激动, 借着咳嗽来强忍着笑意, 表情却更为凝重, 忌惮也比之前明显了很多, 又问了一句。 你说的是那个在明皇榜上列位第一, 更是修为惊天, 才智惊人, 引动无数女性春心, 让无数男修膜拜, 更是让整个蛮荒通缉的绝代强者, 白小纯。 白小纯这番话说出后, 宋缺呆了一下, 周一星也都下意识要无脸, 按道这也太明显了, 这脸皮也实在太厚了。 可宋缺无论如何, 也都无法想到眼前之人就是白小纯, 此刻虽愣住, 但却被白小纯脸上的忌惮之意误导, 立刻就开口。 就是这个白小纯。 你说仔细点, 哪个白小纯, 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白小纯有些不满, 提醒了一下, 但表情却是露出一种似不敢相信的模样,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演技很厉害了。 就是那个在明皇榜上列位第一, 更是修为惊天, 才智惊人, 引动无数女性春心, 让无数男修膜拜, 更是让整个蛮荒通缉的绝代强者白小纯。 宋缺呼吸急促着, 心底却生起一丝怪异的感觉, 重复了一遍后, 他隐隐觉得, 似乎对方说的与自己所说的, 仿佛不是一个人。 天啊, 你居然真的是那位白小纯的者? 白小纯睁大了眼, 倒吸口气, 还退后了几步, 指着宋缺一脸无法置信。 周一星傻眼了, 呆呆地看着白小纯赶紧低下头, 他真有些看不下去了。 宋缺却心底更为激动, 立刻振奋开口。 没错, 我就是白小纯的者, 唯一的者, 他老人家对我极为看重, 更是充满了期待, 我姑姑是他的道律, 他一定会来救我, 你若敢动我一下, 我小姑父必定为我报仇。 他恨不能说的再明显一些, 话里话外, 都是在告诉别人, 自己对白小纯而言, 很重要很重要, 如果想要抓白小纯, 就绝不能杀自己, 以这个方式来争取保命。 这番话语, 被别人听到后会如何, 白小纯不知道, 可他自己听到后, 心底无比的气意舒坦, 已经痛快到无法形容的程度了。 没想到, 你说的居然都是真的, 那修为盖世, 惊天动地的白小纯, 居然真的是你的小姑父, 罢了罢了, 一兴, 把此人留在我监察府内, 就先做一个仆从好了, 至于修炼资源, 也可以给他一份。 哼, 有他在, 我相信那绝世天骄, 让无数人痴迷, 让我蛮荒通缉的白小纯, 一定会乖乖地自投罗网。 白小纯袖子一甩, 义正慈言, 笃信不疑地开口。 宋缺听到这里, 终于松了口气, 心中虽怪异的感觉更多, 但却顾不上仔细琢磨, 立刻就被早就听不下去的周一星抓着, 直接带走。 眼看周一星带着宋缺离去, 白小纯赶紧关上大门, 封印四周后, 再也忍不住, 放声畅快地大笑起来。 缺儿啊,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身份, 不知道你会是什么表情, 白小纯想到这里, 更为兴奋, 恨不能立刻告诉宋缺自己就是白小纯, 可他知道分寸, 对于这宋缺也有提防, 自然不会告诉真相, 这种隐瞒身份, 听着对方吹捧自己的感觉, 让他很是舒爽, 琢磨着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把这宋缺叫来吓唬一番, 一定能让自己心情很快恢复愉悦。 安排了宋缺的差事之后, 白小纯不由地想起了神算子, 也不知道神算子在哪里, 他应该也在蛮慌吧。 白小纯觉得自己的使命又多了一个, 神算子当初跟随自己, 如今或许也在水深火热之中, 自己有必要找到对方, 将其解救出来。 只是想要找到神算子, 白小纯没有丝毫头绪, 想了半天, 他只能叹了口气, 将此事放在心底后, 正打算去熟悉十八色火的配方, 忽然他神色一动, 猛地低头看向除袋, 目中露出喜色, 一拍之下, 从除袋内拿出永夜伞。 永夜伞当初在陈好松的一掌下, 伞面全部崩溃, 只有伞鼓完整, 而后白小纯在李家抄家时, 得到了那张神秘的兽皮, 与除袋内二者融合在了一起, 使得永夜伞处于恢复中, 而眼下, 在永夜伞被白小纯取出的瞬间, 其上有黑光闪现, 那张兽皮竟逐渐地化作了永夜伞新的伞面, 二者完美归以后, 新的永夜伞上立刻就散发出阵阵波动, 这波动之强, 比曾经要多出数倍, 甚至仿佛在层次上都不大一样了。 握住此伞, 白小纯清晰地感受到, 这永夜伞内蕴含了一股惊人之力, 他忍不住心中激荡, 猛地将此伞撑开。 霍的一声, 在永夜伞被撑开的刹那, 其兽皮伞面上赫然出现了一张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的鬼脸。 这鬼脸比曾经的更为清晰, 甚至白小纯看去时, 都有种心神被射动的心迹之感, 他赶紧修为运转后, 这感觉才消散。 永夜伞, 总算修复完成。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十天, 这十天里, 白小纯没有外出, 而是在监察府内闭关, 熟悉十八色火的配方。 有白浩解说, 渐渐地, 白小纯对于这配方已经极为了解, 也尝试炼制了几次, 但却被炼火的消耗难住了。 白浩的配方与其他十八色火的配方不同, 其消耗极大, 可以说每一次炼制, 都需要准备十分十七色火才可。 如此一来, 白小纯就算家底还算丰厚, 可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损耗。 这可怎么办, 就在白小纯发愁时, 大天师出手了。 大天师在经过了十天的思索与判断后, 锁定了九位天侯斩霹雳手段, 如雷霆一般, 将这九位天侯全部扣押。 随着扣押, 此事彻底轰动了整个蛮荒, 四大天王也都被惊动, 整个魁煌城内, 一时之间风声鹤唳, 余下的九十多位天侯, 人人自危, 胆颤心惊。 至于十大天宫, 虽没有人在这一次的行列之内, 可一样心生警惧, 各自选择了闭关, 不见任何求见者, 对于此事不愿参与哪怕半点。 就算是陈好松, 对此也都觉得如履薄冰, 沉默中一样选择了闭关。 而那九位天侯被镇压后, 他们的家族族人也都惶惶不安, 在大天师没有法令下达前, 他们连逃出魁煌城的丝毫可能都没有。 在这整个魁煌城都人心惶惶的时刻, 白小纯终于接到了大天师的法旨, 让他开始抄家。 白小纯这监察室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 他等这一刻, 已经等了十天, 他自从炼灵铺被毁了后, 断了修炼所需的财路, 如今就指望抄家的这一程收入了。 当拿到法旨的那一瞬, 他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尝试炼制师八色火, 需要耗费的魂数量太多, 难以计算, 且这种熟悉度没有任何能取巧的地方, 只有不断地尝试, 才能最终炼制出十八色火。 抄家, 抄家, 抄了这九个天猴的家后, 我就能炼火了。 白小纯异性盎然, 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就带着三千师魁大军, 按照大天师给予的名单, 马上就干起了他越来越熟悉, 并有些痴迷的行当, 抄家。 他奶奶的, 自从来到这蛮荒后, 我就开始不断地抄家, 一路从巨鬼城抄到了魁皇城, 若说抄家技术谁最强, 整个蛮荒, 我自称第二, 谁敢称第一。 白小纯傲然辟拟间, 一路沙向第一个天猴家族。 监察府一出, 风起云涌, 哪怕是牛鬼蛇神, 也唯恐避之不及, 让本就人人自危的魁皇城, 立刻如同暴风雨降临,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 对于整个魁皇城的权贵来说, 仿佛是一场无法苏醒的梦魇。 九位天猴的家族, 被白小纯带着, 让人记忆深刻, 看之心惊的尸魁大军, 陆续抄家, 可以说, 每一个他抄完的家族, 都被刮地九尺, 寸草不生, 就连建筑, 但凡有点价值, 都被他拆个干干净净, 仿佛是被一群老鼠扫荡过的粮仓, 颗粒不存。 这里面最大的功劳, 不是白小纯, 而是周一星, 周一星对于抄家, 似也有一种天赋, 在他的火眼金睛下, 一切能被发现的宝藏, 都被他带人搜刮得干干净净。 随后, 白小纯为了自己炼火所需, 还唤醒了小乌龟, 小乌龟一看这种抄家的事情, 也兴奋起来, 叫嚣中与周一星配合, 形成了灾难般的疯狂。 奎黄城内有不少人, 远远为观, 看到了白小纯, 在这九位天侯家族内抄家的全部过程, 纷纷心颤, 传言无数。 这白昊天生就适合抄家, 这也太绝情了。 天哪, 他连房子都不放过, 居然都拆了。 他那是什么眼睛, 怎么每一处所指, 居然都是藏宝之处。 这白昊, 他莫非前生是个打动的耗子。 这些哗然议论, 在整个奎黄城都传开, 更多人也都吃惊地去关注白小纯的抄家行动, 也注意到了白小纯在抄第一家时, 用了三个时辰, 那家族才干净无比, 可到了第四个家族时, 白小纯用去的时间直接缩减, 两个时辰不到, 那个家族的建筑就坍塌了不少。 当抄第七家时, 如同爆发一般, 只用了一个时辰, 那第七个家族就干干净净, 只有地面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还不算什么, 最惊人的是第九家, 半个时辰的时间, 其家族内夸张地说, 就连一丝灰尘都没有了, 其搜刮的干净程度, 是好多人看到后会有种恍惚之感。 连续扫荡九位天侯家族收获之大, 白小纯哪怕见多识广, 也依旧心脏咚咚地快速跳动着, 更让他激动的是在这抄家中, 他还抄到了大量的十五色以上的成品之类, 之火。 对他来说, 这种成品的火比一切都重要, 这可以节省他魂魄的同时, 也节省了他大把的时间, 可以直接拿来作为炼制十八色火的材料使用。 尤其是十七色火, 更是对白小纯而言如获至宝。 以至于他抄完了第九家后, 费了好大的毅力, 才忍住了想要把对方隔壁的一个天侯家族 给一起抄了的冲动。 他那红丝中隐隐闪着绿光的双眼, 让那个家族心惊肉跳, 赶紧出来澄清自己并非名单之人, 生怕说得晚了。 白小纯一声令下, 那三千煞气中多了一丝贼气的尸馗, 就顺便把他们家族也给端了。 数日的时间, 连抄九家的疯狂, 使得白小纯的名声, 不仅仅是魁黄城内更为赫赫, 也都传遍了蛮荒, 甚至通天河区域的宗门, 那些有资格知道蛮荒事情的大能之辈, 也纷纷再次听说了白浩这个名字, 都暗中心惊。 虽说如此, 可白小纯已经抄上了引, 好在很快的大天师再次出手, 进行了第二批的收押, 这一次被收押的天猴有七位。 随着法旨的降下, 白小纯狂喜, 大笑中带人继续展开了一场超家的风暴, 索去之处, 声势滔天, 而魁黄城的权贵们, 在这两次的打击下, 一个个都纷纷用了全力, 用各种方法去向大天师表态, 去证明自己的忠诚。 也在这个时候, 魁黄首次自行选择了闭关, 他的这个做法, 表面看起来是为了保护满朝文武, 从而选择了低头, 可实际上其心思之身, 是在烈士中用最大的可能去收获人心。 只不过大天师似乎也想明白了, 他不在乎魁黄的收买人心, 他在乎的, 只是让人害怕自己, 而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白小纯是最开心的, 那第二批的七个天侯家族, 他抄起来更为得心应手, 自身的收获也大到让他每次看到, 都会忍不住双眼冒出金光。 以至于让他这一个不贪财的人, 都升起了, 想要把整个魁黄朝的所有天侯都抄家的冲动, 不过他始终牢记一点, 那就是每次抄家后, 都将九成的财富亲自送到天师殿内, 送到大天师的面前, 他要慢慢地潜移默化地让大天师明白, 这些天侯任何一家都富有的惊人。 而财富往往就是野心以及祸根的源泉。 只是可惜, 大天师在连续两次出手威慑之后, 没有继续展开第三批。 白小纯在等了许久之后, 只能郁闷地叹了口气, 眼巴巴地看着那余下的九十个天侯所在的家族, 很是遗憾。 大天师太心思手软了, 要是继续抄家该多好啊。 带着感叹, 白小纯不得不结束了这一次的抄家, 回到了监察府后, 他立刻就开始了闭关。 用他这一次收获的大量的多色火, 去强行推动自己十八色火的熟悉度, 使得他炼制十八色火的进展, 突飞猛进, 节省的时间之多, 难以计算。 而随着前后两匹十六位天侯的落马, 大天师的权势, 再次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魁皇闭关, 皇子闭关, 整个皇族竟没有任何一人, 敢走出自己的府邸半部。 四大天王也都选择了在面对这样的大天师时, 低下了头, 不去招惹丝毫, 一时之间, 大天师权倾朝野, 风光无限, 直追当年晋升半神后, 架空魁皇时的屁拟苍穹。 时间一晃, 过去了三个月, 白小纯这里的名气也随着抄家, 随着大天师的威严, 一路爆发, 如今可以说是整个蛮荒,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就连那些大大小小的土著部落也都畏惧, 只是绝大多数的言论都是臭名昭著。